4K的422 8bit 這是我的電腦 一台將近13萬的特規Apple電腦 依舊跑不動 4K是我們未來的主流 再加上目前科技的進步 4K的螢幕 4K的投影機 越來越普及 所以我們的相機 我們的拍攝的畫質 當然也要跟得上進步 不過有的時候 我們在剪接上就會卡住 即使你是4K的422 8bit 在一般的電腦裡面 老實說剪的也很痛苦 還是得都轉代理檔案來做處理 不過說你的相機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錄製PASY檔案 代理檔案 直接生成在相機裡面 過去的機種 它是沒有辦法選擇PASY的大小 不過我覺得在A7S3裡面 有個很貼心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有兩個PASY的大小可以選擇 一個是16M 一個是9M 那我們就依照你的電腦的 規格跟需求 我們來選擇 我們就從匯入檔案開始 把SD卡插上去之後 我們可以在Clip裡面發現 我們拍攝的原始檔案 那有沒有看到 Sony 420bit的檔案啊 很奇怪喔 它在我們一般的電腦裡面 是無法讀取的 打開之後 原始的QuickTime 它會說不相容 那怎麼辦 連打開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這邊要跟大家 推薦一個程式 叫做INNA 好 建議大家去下載 它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在 取得資訊這裡 原本預設是QuickTime 選選INNA 全部更改 繼續 OK 之後呢 即使無法預覽 我們還是可以點兩點 把影片打開 我的習慣會 直接在我拍攝的記憶卡裡面 整理檔案 好 我們直接選一選 然後讓它成為一個檔案 那我們這邊就選擇拍攝1 OK 我們電腦建立一個資料夾 叫做教學好了 那我們就把拍攝1 丟到電腦裡面 為什麼我會做這件事情 你們沒有在拍攝之前 要做格式化 然後手會發抖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我這一張卡 到底有沒有入檔 如果今天在我們記憶卡裡面 把它整合 直接成一個資料夾 那在相機裡面 它是無法讀取的 如果有辦法讀取 就表示我還沒有處理過這張記憶卡 它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保險的方式 這邊也提供給大家 這是我自己的工作流程 OK 我們會在 USB這個資料夾裡面 發現 另外一個 可以打開的資料 這就是所謂的代理檔案 我們做一下命名 我通常都會直接寫 代理拍攝1 OK 這樣就可以跟原始檔案做區別了 好 把它丟進去 這個教學的資料夾裡面 就會有兩個 我們看一下大小 原始檔案 它的大小是1.98GB 那代理檔案 它的大小是200Mbps 代理檔案是原始檔案的五分之一 OK 也就是因為這五分之一 讓你的電腦跑得動 再來我就是要把檔案匯到電腦裡面了 我順便要跟大家講一下我的流程 我們把資料匯入 我們只需要匯入原始檔案 代理檔案是不用匯入的 OK 匯入進來之後 選取之後 我們要做的就是重新連結 我們要做代理媒體的重新連結 OK 那 找到你的代理檔案 桌面 教學 代理1 只要點一個就好了 那就選取 這邊你會發現 奇怪 沒辦法點 我明明有選取到喔 明明是同一台相機錄製的 一樣的影片 只是一個是原始 一個是代理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做連結 那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啦 我們看一下原始檔案 它的名稱啊 叫做7852 OK 那我們看一下代理檔案 代理檔案叫做7852S03 Sony的代理檔案很妙喔 它的檔名竟然跟原始檔名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必須更改我們的原始檔名 來讓它檔名一樣去做連結 好更改原始檔名很簡單 一樣一個步驟而已 所以首先我們先全選 然後按右鍵 按右鍵之後有一個重新命名 重新命名裡面啊 它有分很多種啊 取代文字啦 加入文字啊 或是格式 那我們是取代了 是加入文字的名稱之後 然後把它打一個S03 用好之後 你之後就不用再更改了 之後就是S03 S03 這樣子重新命名就好了 那我們要再重新匯入一次 我先把這個刪掉 流程雖然有點複雜啦 不過要去習慣它 當你還沒有換電腦 即使你換的像我這台13萬的電腦 還是跑不動 OK 所以代理檔案是一定要做 因為它可以節省你 就是用Final Cut轉代理的那一長很長很長的流程 如果你今天拍攝的是4K 420bit 的120個 它是無法生成代理檔案 這個就沒辦法了 你只好乖乖的 在Final Cut做代理 那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們匯錄喔 OK一樣全選 然後呢 我們一樣做 重新連結 代理媒體 全選之後 隨便點選一個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 它都吃到了 表示 都已經連結成功 那我們 等一下重新連結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差別 我播放喔 現在是 原始檔案的播放 有沒有看到 卡住了 刺客3 無法正常的預覽 你如何知道你的檔案已經生成代理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裡 Information這邊 這邊可以看到它有一個代理 那我們就可以在顯示這裡 我們勾選首選代理 所謂的首選代理就是 如果你今天你有代理檔案 它就會先跑代理檔案 如果今天沒有代理檔案 它就跑原始檔案 它就是一個很方便的一個功能啦 好 我們現在是 首選代理 開始囉 你現在在刺客3 搞定了 我們可以正常的 瀏覽了 可以簡介囉 我這邊也提幾點 就是我在使用代理檔案發生的問題 就是使用代理檔案的時候 電腦的渲染 它會一直用代理檔案做渲染 那轉成原始 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喔 因為它會重新渲染 過去啊 我們在快剪快播的時候 剪完之後 如果我要把它輸出成高畫質 我必須等待非常多的時間 這其實就失去的Final Carta 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出檔非常的快 不過還好 因為我們通常在快剪快播的時候 餐廳啊 它的播放器 原則上不會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都會用代理 直接用代理媒體輸出 好OK 以上就是我的工作流程公開 那老實說它不只是用在 所謂的4K42 10bit 只要你的電腦跑不動 原則上如果你使用的是Sony的相機 它都可以直接內建 Final C 輸出的時候再轉成原始檔案 不過以上都是我自己摸索的 如果 我有講錯 或是 你們有更棒的方式 歡迎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我是Win香的West 這是我的工作流程大公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